日前在中共國務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貴州一名副省長宣講 全省實現了所謂脫貧和嚴控反貧 上述說辭 語意含糊 引發網民質疑和嘲諷 網民表示 所謂年人均收入 基本 動態 光看這幾個關鍵詞就知道水分多大 驅趕了 還是共富了 天天玩名詞遙遙領先 動態清零是中共前幾年的防疫政策 以嚴厲封控轉運和隔離為特點 被指製造大規模人道災難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張小剛博士認為 中共官方擅長玩弄文字遊戲 以掩蓋事實 迎合上意 粉飾太平 中共前任總理李克強曾多次暗示脫貧造假 2020年 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說 6億中國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 2022年又公開表示 受疫情災情等因素影響 不難人口增多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夏敦喉 王彥喬採訪報導